台东大学签到资本校区日前举行了游泳滑独木舟路跑等铁人三项的活动 校长刘金元率先报名游泳项目 现场非常热闹 加油声不断 也为明年的大运会以及后年的试运会暖声 哨声一响 游泳选手们快速摆动双手 不一会时间就游玩了25公尺 会 会 好累啊 那我们游泳的话是有25公尺 独木舟是划船100公尺 跑步是1.5公里 那就是在我们的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三铁接力赛的体验 这是台东大学三铁接力赛的现场实况 今年在新的场地举办 教职员和学生踊跃报名 连校长都率先报名游泳项目 一早就和学生一起做暖身操 志在必得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我们的水上运动会就是今天的活动 然后再来我们学校运动会 然后再接下来有明年的大运会 然后后年事实上有世界运动会 等等这样下来 事实上对我们整个台东大学跟我们台东地区 事实上都是对运动赛事 或者运动的这个推广很大的帮助了 东大市体育重点学校 校内优秀选手非常多 为了这次的三铁接力赛 大家都提前练习卯足镜希望能写下最好的成绩 我的项目是独木舟 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是清几选手的这样 所以就一直有在练习这个项目 对 有没有信心 有 青山绿水配上色彩鲜艳的独木舟 选手奋力滑奖 比赛最后结果 教职员组由新动队以8分10秒10成绩赢得第一名 学生组由卓明义 陈伟成 黄玉镜组成的Hermoso队 以6分33秒72勇夺冠冠军 新厂的电视 廖立芬 台湾台东报导 请教 Значит vara cons auto 能够远秀队 summary 爱